腾讯体育10月31日去前十轮打入击球之后,C罗已经跃距地甲射手榜第二位,仅比排名防守的皮亚特克少了二球。 阿斯豹指出,葡萄牙前锋成为尤文史上第二名处子赛季前十轮一架打入击球的前锋,也是自1957年的差二次以来第一位完成这一神迹的球员。 33岁C罗仍在创造神迹加盲尤文之后,C罗在前三轮一架礼仪球不尽,这一度让葡萄牙前锋非常焦急。 在第四轮对阵萨索落时,C罗终于打入了一架处子球,而且没开二度,之后再对弗罗西诺内,吴迪内斯,热内亚和文波利时打入了五球。 赛季前十轮,C罗打入了七球,排名一架第二位,仅次于打入了九球的皮亚特克,与其他曾效力于尤文的顶级前锋的处子赛季的表现相比,C罗的表现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此前曾有三名游文球员在前十车一架里打入了六球,分别是伊瓜英2013-14赛季,最终打入24球,克维斯2013-14赛季,最终打入19球以及英扎吉1997-98赛季,最终打入18球。 皮亚罗,伊布和特雷子盖前十次为尤文出场打入五球,分别最终打入了21、石油和14球。 在游文漫长的历史上,此前唯一伊布前十次为尤文在一架出场,打入七球的球员是威尔士前锋查尔斯,在1957-58赛季,查尔斯前十战打入七球之后,最终打入了28球,并且赢得了一架金靴。 C罗则成为史上第二人,以及61名以来,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除了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之外,葡萄牙前锋也继续在社交网络攻城略地。 意大利足球网站透露,C罗已经超越流行歌手范林乐·戈麦斯,成为Instagram粉丝最多的人。 从黄麻转投游文之后,C罗的影响力又增无减,在Instagram的粉丝数量更是激增至1.44亿,也因此才成为该平台最受关注的账号。 赛琳娜则以微弱的劣势排名第二位,在排名前十的用户中,除了C罗之外,只有巴黎盛智尔麦前锋内玛尔排名第十位,排名前十的人还包括德怀恩·约翰逊,真人秀明星金卡·戴山。 流行歌星帝昂斯,埃利安奈格兰德,泰勒斯·维夫特和贾瑟琴·比伯,奥巴尔。